敢问谁没有被杨子和肖战的吻戏 飙到血糖飙升 说起一幕CP 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必须榜上有名 不管是杨子饰演的林居孝 还是肖战饰演的孤魏 随着该剧播出的时候 都掀起了很长时间的热度 关键两位主演颜值真的很高 加上十分甜宠的剧情 让肖战和杨子的CP本越来越多 该剧也很有特点 在每一集的片尾都设计了一个彩蛋 每个彩蛋都是杨子和肖战设计的 所以彩蛋中的对话跟剧情 全部是两个人按照日常情侣相处模式来进行修改的 难怪都说彩蛋比证据还天 就好像他俩真的在交往一样 关于这个彩蛋的主意是导演出的 目的也是让整部剧变得更完美 用彩蛋的方式让大家看到 日常情侣最真实的相处方式 甚至根据统计 彩蛋的播放频率竟然比正片还高 这个剧真的太牛了 要么说还是得找对演员 随着该剧当时的热度 杨子跟肖战陷入很长时间的讨论中 相信有不少人都希望他俩真的在一起 荧幕CP为啥叫荧幕CP 关键是太上相 而且这部剧的正能量很强 每个人似乎都像林之校一样 心中都有一个梦想 然而又有多少人还在为了心中梦想 继续努力拼搏的呢 去年王鹤帝跟于书欣真的是杀疯了吧 怎么会有这么配的颜值组合呢 而且不光是剧中的他们 在生活中两人也超级大 在他俩碰到一起的时候 小说中的财阀和公主似乎都有脸了 在《苍烂诀》之前 于书欣和王鹤帝都没有很出名的作品 特别是王鹤帝 还曾因为失败的古装剧本 被吐槽过演技和颜值都很拉胯的男性 而于书欣因为独特的声线 以及格外有特点的性格 也招惹过一些不好听的声音 但这一部《苍烂诀》让这两个人在一起 没想到产生了不负得正的效果 也让两人在去年火了一把 甚至一度碾压同期播出的《陈香如泻》 两个主演直接趁此机会大获一把 王鹤帝之前拍好的《苍烂诀》 原本不打算播出的 结果导演也趁着王鹤帝火的时候 把这部原本就不报希望的剧搬上一幕 但是《苍烂诀》始终不如《苍烂诀》 关键少了余书欣呢 这两人因为这部剧收获许多路人员 很多人在看过《苍烂诀》之后 都希望两个人能够二打 《苍烂诀》的班底确实比较强 而且该剧的《不画道》也是绝了 王鹤帝的造型也被称为古装最强 终于算是一血前尺了 余书欣原本只是小事牛刀 结果没想到出圈的竟然是他的演技 对于余书欣而言最难的地方 在于后期换了身体之后 他还要演王鹤帝那个高冷的角色 没想到余书欣的尺寸把握得很好 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不适 甚至没有让观众跳戏 这也是该剧最大的一个亮点 也让小兰花在去年霸平了多条热搜 其实仔细看看 王鹤帝跟余书欣确实很有负迹象 一个是霸道总裁 一个是娇柔仙妻 不就是最完美的搭配吗 要说杨子的荧幕CP是谁 那必须要有诚意的名字 谁也没想到 当年青云至续下的情缘 会在沉香如蟹上面延续 杨子跟诚意的二打真的太香了 关键他俩的感情是真好 当时沉香如蟹没有女演员愿意见 但因为诚意的原因 早就打算转型的杨子 还是接下了这部注定被骂的过剧 因为该剧被严重魔改 遭到许多援助党的炮轰 但爱不住两位主演的颜值啊 都说诚意的古装造型很一般 甚至还被吐槽是古装最丑男演员 自从琉璃火了之后 诚意才开始有粉丝 原以为琉璃已经是古装绝绝子了 但没想到诚意的顶峰 竟然是沉香如蟹 沉香如蟹的造型师 真的要夹击退 杨子的造型都非常绝 特别是大婚那场 两人真的配一脸 这个片段也被官方截取 用来做宣传海报 而诚意最绝的是白发造型 也让诚意被怀疑过的颜值 再次得到肯定 两人作为最佳荧幕CP 绝对少不了最后一场戏 谁没有对一席红衣动心过 果然古偶昏服天花板 就得是红色呀 杨子跟诚意这道情侣装 我愿称之为古偶最美 虽然这部剧B1了 但这对CP是完全可以三打的 你们怎么看